我們講完三大游片之後 講到正經一點吧 蛤?又正經給公衛? 不算正經的,不過你說 他有他可以被恥笑的地方 但不是我們恥笑的地方 Heavy Objects 重裝兵器 那真是魔法禁酸目綠的作者 謙遲和馬的另一套作品 這套動畫第一集 其實頭過五分鐘是幾趕客 因為頭過五分鐘 其實是歷史故事概述 即是旁白色的說話給你聽 即是在說這個世界觀 究竟是怎樣 他是強迫你接受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但經過了三大人的游論之後 反而因為這五分鐘就覺得 好像有些東西可以看到 開頭說到這樣有些期望 咦?未來世界的機械 不是機械人,即是機械兵器 是不是有些期待呢? 然後那三大人的船怎麼打你念 而且我一向都覺得 設定這家東西 河馬應該做得不太差 所以我本來看到有個機械人去玩 我覺得有些有趣 我這樣說這套東西 這套東西最致命的問題就是 謙遲和馬 寫這個戰爭 他太看小戰爭 是啊 我開頭他說的背景設定的時候 某個島國就是日本 開發了一個叫Object 的次世代兵器 而這個次世代兵器 就打破了這個世界的 所有的戰爭的格局 而大家都知道就是 我想戰爭並不是說 你就這樣打贏對手就可以的 戰爭是有很多種形式 戰場即是一個局部的東西 老實說就是 一件Object 其實他還說 賭國其實是完全靠以來 這件Object 其實是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做到的 我們了解的戰爭裏面 知緣事 招討政策 任何東西 我都可以打你這件Object 圍攻啊那些 他講到就是 這個世界的聯合國軍隊 是豬來的 是老殘來的 說你有件最強的兵器 我不打你的最強兵器 我哪有面 他說這個兵器核燈丹嵩的 很厲害的 超核燈不射你 很多東西 就是如果你打不想他 你就不要理他 我一開始看這個戰爭 你是不是太看小什麼叫戰爭 我覺得反而這件事真的好河馬 你想想以前河馬寫《禁書無絡》的時候 他怎樣去描寫那本書裡的敵人 怎麼那麼強 把一些宗教的名詞出來 說一個宗教的歷史有多有長 把一些年份把數字出來 然後告訴你 那個是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其實現在Heavy Hotter有一件事 12個國家核武 一些很響的名字 很大的數字 告訴你 這件事真的很厲害 你信不信 他靠這些東西可以說服你 不是 是 他第一集拍攝的 他們兩個士兵聽小姑訓話的時候 他們在他平白 都說一下 現在戰爭是這樣的 都說 你有沒有這麼兒戲 我覺得這個反而OK 科技戰都可以 這個我覺得是什麼呢 他強迫了你接受設定之後 他這件事是解得通的 但是以這個前提條件 就是什麼 他如果用一個現實世界 假設現實世界 出現了一件叫 object的次世代兵器 究竟對世界是有什麼影響 他現在的影響就是什麼 所有的國家變成重新洗牌 由各個不同的勢力去支配 這個世界就是什麼 得 object 得天下 而他有趣的地方就是什麼 他這裡是 skip了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如果object是日本島國 專屬的武器的話 這個世界 這個地球應該是叫做日本的 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 當然他是不是之後會有鋪層 我不清楚 但是他說出來是什麼 突然之間這個世界就是什麼 就是每個地方有 object 每個地方 你不是發古文明兵器 突然之間你找到一個傳說巨神 你日本有傳說巨神 天照大身太低了 我找到一隻亞瑟王出來 這個瘡礙劇情 我不會相信日本會這麼開心 想這個 object的兵器 給大家研發 不可能 因為這件事是戰爭 經濟和人心的貪囊 的問題就是 就算是日本 日本覺得 有人覺得這件事有利可圖 或者是其他國家 給了一些好串流的人 他偷到這個設計出來 令到全世界 就變成什麼呢 這個戰爭遊戲 現在就是 那我覺得說 你來得這件事就解得通 不是 但是我覺得 他這樣的設定 反而將那個戰爭的層面 由object一加獨大的時候 又變回到之前的戰爭 只不過就是 替換了之前用的戰爭科技 坦克 核彈 這些東西 就轉為一樣 獨立的東西 叫object 然後現在 回到原本的套路 就是 大家 各個國家 用object去戰鬥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對了 這個也是 剛才爺爺者說的 他是一個回圈問題 就是 其實這個世界 是不會因為這件兵器 而改變了 如果 每個國家老實說 就算 聯合國敗了 國家裡面 其實都一定有殘餘勢力 其實他們會支配國家 如果他們支配國家的時候 他們有很多object 那 那個線 是不會崩潰的 所以我一開始 真的以為 這部動畫 是一部倉南鋼鐵戰艦式的動畫 就是 我先勉強 可以讓他們說 為什麼每個國家都有object 雖然我都有一個言論 但我勉強覺得 復筆給他 可能之後會說 我勉強給他 之後就是object 對object的戰爭 那你到倉南鋼鐵 可能你有一個 新的武器在手 怎樣利用這武器 去打贏一些有更加厲害的object 一般來以為是這樣 怎知道 這部動畫實際上 是兩個小兵 怎樣去用這個 智取的object 對了 這三集的故事 這一集 主角 主角 和他的好朋友 去戰勝這個object 的方法 我覺得是 河馬是不是太看小人類的智慧 而這個智慧就是什麼 我覺得 最早期的戰爭裡面 人們已經適用的是什麼 兵器 始終是由人控制 老實說 我不覺得聯合國裡面 沒有一條蛋散 是可以想到這個 你覺得到 嘩 你很聰明 知道嗎 廢話 我知道 這件事 你真是當我白癡 你真是當我 沒有人想到 原來就是什麼 在你維修的時候 就是 等於是什麼 一個沒事 一個沒事 最脆的事的時候 是什麼 他在禁止的時候 不是脫了褲子的時候 他一天叫我 安慈死 安慈死 我知道 大陸 不是說屎尿器 但是 你等同於是什麼 公本武藏 那些 他一生中是不洗手 現在是什麼 因為他見不離手 不知是板本龍馬尼還是誰 總之 見不離手就是這件事 老實說 你是在說這個問題 他是不是真的 永遠可以見不離手 這一個 都是很河馬的劇情 你想想當年 這麼舒服 河馬式的橋段 出現的是什麼 為什麼右手歌 可以打贏這麼多超人力者 這麼多魔法師 因為他覺得 魔法師不懂得看術 一方通行 被人打一拳 就會發瘋 還要告人 對 他說到 類似的設定 就說 被人太過依賴 太過依賴 太過依賴 這件武器 變得 戰鬥的常識 都好像少了很多 但是 問題在於 這個鋒層 勉強是合理 但我作為一個讀者 就覺得很無稽 對我來說 因為他很強調了 入五分鐘的前設 然後我就會問 前設那幫人 做什麼 這件事 這件事 他們說的時 未有object 戰爭還是我們認知的戰爭格局 那應該是 一定有人想到這件事 而這件事 是必定能夠贏的 非核彈炸不了你的object 但核彈炸你的軍工廠 是否得到很難 而這件事 一定是需要補給的 這樣的話 我覺得 喂 我是贏硬的 我炸了你維修廠 你輸硬 你object 你只有一件 我給你有很多件 我給你有多件數 以你的才質 老實說 我跟你打資源戰 輸了 最慘的是什麼 小兵懂得講資源戰 小兵懂得打你維修廠 那班大人竟然不會 拿核彈去炸維修廠 不是吧 只能夠你一件事 你要接受 全世界智商是低的 這個世界是一個 甚至未開發的世界 他們連戰爭的戰字都不會寫 甚至是退化的世界 大家已經依賴了object 個人自己來講 不會做任何事 全部object都做了 阿雪先生質疑 在object第一次出現的時候 那些人還未退化 正常的時候 都不會想 那現在就是這樣 如果他一定會輸 當然他的理論就是 OK 用回他的故事裡面的理論就是 因為那些人已經變成什麼 慢慢依賴了 可能曾經 我幫他這樣解讀 曾經有人用過這種字法 但是不成功 最終就是輸了 所以他們被定現由於什麼 這種方法是不成功的 你只能夠他硬地解讀 你接受吧 其實那五分鐘的劇情 對我來講的意思是什麼呢 謙遲和馬 或者是這套作品 告訴你 你接受我這個設定 你不要質疑我的前設 或者是後設 聽鼓不要博鼓 不是 我不會博鼓 但我看你劇情做到 我一定要博鼓 告訴你 我看不明白那個故事 那沒有的 我還是要說一句 真的很韓馬 當年你這麼說服 要享受那個故事 都是你不能博鼓 不是 當然享受那個故事 都是什麼 我同意鏡花所說的 韓馬是永遠都是第一個設定 又打了念 當年右手歌的第一個設定 就是魔法無效化 而電磁化 電磁化 就是它成為一個物理現象 它應該是擋不到 它第一集就完了 等同於就是個 object 它第一集 如果那些五分鐘的話 就等於美琴 用超電磁化四 右手歌 右手歌應該是死了 而這裡就是什麼 object應該是被毀滅了 韓馬風格 是啊 Where we make sense 所以我看完第一集之後 什麼劇本來的 緣作謙遲說 OK 得明實 解決了 心裡的疑鬥 我看得到想反彩 告訴你 而故事裡面就是 剛才有什麼話說 因為戰爭就變得這麼簡單 就是 大家派一個寵物小精靈出來 只要個 object 贏了的話 就等同於贏了戰局 打到已經有江湖龜 就是什麼呢 打贏了object 就要停手了 就投降了 不准打人 不准打你 而在這一場戰爭裏面 就是對方 就最終就是 實行了簽名戰爭 是不知道什麼原因的 這個是沒有 有些原因的 是有宗教原因 你們是醫教堂 你們不知道死了 那時候伊藤正佩的軍官 指揮官 說的東西就是 一般來說的軍隊 是不會那麼有空 跟你去掃場 因為越來越花時間 可能object的維修時間比較難搞 但因為他是異教徒 所以要全都殲滅 以這場戰爭裏面 其實這個你可以用回 今季裏面的鐵血之孤兒去做比較 我不知道這場戰爭的理念是什麼 為了爭奪資源 為了爭奪國土 為了什麼原因 他是一個多刊的理由 或者多不堪的理由 爭女都可以 我覺得沒問題 你要給個理由 但是什麼呢 在這場戰爭三打完了之後 我是不知為什麼要打的 純粹說二教徒要殺 要死 有個額頭這樣說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原因 但是沒什麼 吃飯 二教徒要死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們那邊 主角方的理由就是 保護自己 因為應該是別人進來 這個好像 我講得很清楚 他很薄 我就是不知道究竟什麼原因 所以這場戰爭 我是代入不了 就是我不知道怎樣去定義 就是那些角色 現在的行為 是不是一個合理的行為 我覺得 反而唯一 我可以說這套 唯一是他的好的地方 不過 他的描述不是說 戰爭的狀況 而是那個角色 是新處地 為了他的原因 一個是 他是一個貴族 他為了得到繼承權 得到戰功 所以要回去 一個就是努河山 他就可以 接觸到 object 對 學習到 object 對 他就怎樣打得贏 object 也是因為之後 他就有正義感 所以為什麼他們之後 會做這些行動 我覺得都算是合理的 但是那個字 緊張感就零 基本上 我記得很棒 他去別人的基地 什麼都基地 他們整室這樣 這個基地沒有什麼人 我們去吧 沒有什麼人 不等於沒有人 後來呼來發覺 是一群人在裡面 這麼多人都說沒有人 或者這樣說 營造不了 那個絕體絕命的感覺 就是因為什麼呢 他真的很流於表面 告訴你 object 的恐怖 不會讓我看 他曾經嘗試過做過 當公主的 object 被破壞了之後 然後屠殺 但那個位置不夠衝擊力 令我就是 我不覺得主角突然間 會有一個決心 我面對了這麼恐怖的事 真的 是完全沒有橫手 如果旁邊的朋友 大家死了 我覺得很合理 什麼事 我朋友剛剛滾雪 因為他立了 fact 他要分享一下 所以我覺得他會死 合理了嗎 不能聊 因為是挖雪 男人計 一發一聲就死了 你見到 這一分鐘 你還跟他有講有笑 下一分鐘 你就見到他 賭和在一個血泊之中 剩下半個屍 剩下半個身體 然後還要交代一些事情 還要交代不完 然後他就死了 這個就是 河馬太太在戰爭的地方 你看小戰爭 不要看小戰爭片 好嗎 你看多小戰爭片 至少都 你看雷霆救兵 經典看過了吧 你也看到人家怎麼描寫的戰爭 你連那些方面都做不到 那你真的 不是戰爭 我會看那個感覺 就是什麼 男主角的決心 因為他這麼有吉利 原因是在於什麼 在於他無知 有吉利 有吉利 我不相信 我不打不死 有吉利 你又有吉利 就衝過去了 但萬一最起提出那個人 是最知道的 是那個人 是那個男學生 開始提出要救公主 然後他說 純粹是正義感 就是那個 那個恐怖 那個壓倒性的實力 沒有直跟 應該說 他一直這樣說 已經直跟了 在這個世代的人裡面 他們深知 這隻暗魔 是不可能被擊敗的 所以說黃太平洋 怪獸很恐怖 嘩 開場人說給你聽 又不斷走 又不斷死那些人 多恐怖 不是 如果說到 沒有可能擊敗的時候 他已經自己打自己臉 就是了 他那個案子 不是被人打敗 其實你這個 會變成什麼呢 一個 防禦機制的心理家屬 可能就是什麼 你走進去的時候 可能不斷在陣 不斷在陣 不要怕 不要怕 這個才是什麼 沒錯 你是很想去救 但是你一直的認知 或者你的生活裡面 這個已經成為了你的本能 就是什麼 你看著 object 你真的會賴尿 不是有個 我們早期的參考素材 巨人那個感覺 你做回巨人那種感覺出來 這套東西應該會好看很多 而且重點是因為那個動畫 在男主角的身上 他不是想表現 object的恐懼感 他想表現在兩個男主角身上 就是因為 object的關係 他變成了一個 瓦瓦瓦的士兵 他不是 他是依賴了 object 他覺得 object是一個我保和的人 所以就不會是 看到 object很恐懼 其實 他一開始就 營造不到這件氣氛 因為他沒有去嘗試過這樣做 前面那五分鐘是浪費了 前面那五分鐘其實你是想不停的營造 就是 object是一個絕對性的壓倒差 而表達到其實就是 那兩個主角怎樣 方法可能很老套 不過老實說 從來可能是很老套的方法 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我不介意的 但是你給不到就是 那個迫力就是 其實主角是怎樣突破到 他怎樣突破到這個世界的固有 的法則已經是 去說 object是能夠被 人是能夠被 非 object 的東西去打敗的 其實我覺得 技花都可以的 巨人這樣 就算可能全世界很害怕 object 但主角可能不害怕 object 無所謂的 但隔壁兩個人一起瘋瓦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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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 因為我的理解就是 李師傅形成了這兩個主角 雖然是一個很小的角色 但是 他會給到一個魅力的 他有一個 鬥爭心 就是說 人定勝天 那樣東西 戰爭片裏面都是 其實 他們說 就算雷仁三兵 我要救一個人也好 為了救一個人 可能要犧牲全力 但這是一個信念 雖然我知道 他們不是正式的士兵 一個是貴族 就是為了賺點 一個是為了學習object的知識 但 可能是因為他們不是士兵 所以他們的 直根信念 沒有那麼強大 對中循命令的意識 沒有那麼強大 所以才能夠成就到 這一次的戰果 就是他們打敗了object 對 但是那時候有犧牲 所以就覺得 他這場戰爭好像沒有特別 所以就會覺得 因為一開始也不是表達object的強大 難以擊倒 以及恐怖 我想這件事也要再說一句 相當河馬 你想想 同樣 你拿回這麼說目錄 都是這一個 右手歌 都是用著一個 不知道哪裡來的正義感 的正義心 就是去救那些女主角 然後我就去打一個 他覺得很難加到一個人 這件事也是一樣 我要去救一個女主角 有一個不知道哪裡來的正義感 我都不可以把女主角丟掉 被一個人犧牲 所以我要去救他 去打倒這個object 而另外就是 在中間的過程中 三個人面對object那件事 故事裏面 我不知道之後有沒有 但故事裏面 一直在逃避這件事 你看到就是 他們應該說 object面對他 是不會射擊他的 其實應該 不知道他什麼索敵系統 總之 所有東西 所有原本 DK的死法 最正常的 遠距離射擊的死法 在他們身上 不會發生 我根本就是 你留下手 大佬 迫力去到哪裡 究竟有多好嗎 爛鐵一塊 我只知道 這塊爛鐵 定期要回去吃飯 要維修 要餓死 要換腳 有一塊很壞 一塊很大的鐵 他 給不到一個強的印象 所以就說 開頭說 你不是有個冰箱 很多炮 很多炮 沒有用過廢 鐵靠圍 其實中間裏面 我想是 沒有嘗試 失敗 再嘗試 再失敗 去找 我一擊即中 幾乎是 我找到那個倉庫 怎樣 找到方法 旁邊有一本說明書 Metal Gear 他找到攻略本 他找到情報 他找到攻略本 搞定了 那部電腦 其實為什麼沒有用過那部電腦 不如放在桌上 沒有輸不算 我想問題就是 在於當 韓馬子的作者吹大雨 發覺 我這項目講得這麼厲害 如果真的被他不留手 去攻擊我的主角的話 沒有 輸眼 然後就說 我拿著公主 他們在想會不會捕 所以就不射 嘩 那班士兵抓了公主之後 然後某個男人當然是殺 那兩人就 哈哈哈哈 要脫下衣服 要戴著殺 拿著主炮射 他就說 你手上的槍是什麼 那些運動就搞定 他就輸了 為何要拿著主炮射 殺雞用牛刀 我真的不明白 所以輸 很合理 智商低 很正常 所有的智商 或者一些 戰爭片 老實說 不是我們熟不熟 是一個人對戰爭 老實說 我不相信 雖然我知道的 現在的世代 大家對戰爭片的吸引力 其實是弱了 當你看到 有四大淫魔 在那裡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 其實那些人是需要戰鬥 但他不是需要戰爭 那種戰鬥 他需要 one on one 拳頭交心 還有最重要是 隔壁的外面看著 還有大著連放 對 雖然不能怪貼他的孤兒 為何會收視低 對 那種逼力 但我老實說 現在 OK 如果你是 你正在做這些廢話 你正在做這個套路 我不能夠質疑你這一點 因為你真的 你正在走著流向 但你現在 重裝武器 這個是在講戰爭 你披著戰爭皮 但你現在是開流灘 那你不可以這樣 你完全是令到我錯誤的期待 翠仔在後面 聽支援來救他 嘩 厲害 有飛機 我想想想 你機材沒有哪個機場讓你飛 我想問 很神奇 這個也算了 我唯一看到那裡 有少少戰爭的氣息 就是他們 那個男女 男主角兩個的對答 那種行動 就好像一個 軍中生活裡面 一個小軍人 會在做什麼的感覺 怎樣 入空暴到死 我知道 類似那種感覺 勉強給我有少少 那些活媽寶式的劇情 都是唯一的亮點 可以說是 因為我這樣說 在這三答裡面 其實我會有一個點題 就是 其實是如何用人類的智慧去擊倒 object 但是 三大不足的地方就是 首先 object是什麼來 以一個什麼的法則去運作 我們不清楚 因為其實 所有這些所謂的攻略法 是源自於那個 東西去怎樣來 其實這件事情 為什麼要設定主角 是想成為一個object的設計 其實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他是了解object的基本原理 他是由基本法則去衍生攻略法 但是他的設定 就變成了 因為主角色所謂的基本法則的關係 就可以無限擴大他可以對object的影響 而另一個就是 戰爭 戰爭的崗位 那樣東西 他做不到出來 其實這幾點你配合 還有第三點就是 其實那些 所謂叫做 戰術 其實你運用不到的話 你一切 其實這場戰爭 只是 另一套的魔法這麼舒服 沒事 他開頭說我們有什麼武器 現在火箭炮 機關槍 手槍 C4 這四個武器怎麼打完object 我在想的 然後告訴你其實不是說明書 我也是想過這個問題 是不是炸什麼弱點 或者用什麼地形的戰術 又不是 原來就是你吃明書 真的 你勉強什麼 例如C4炸個洞出來 我直接掉進去 我勉強都給你 那些 就是你期待是 可能用一些很基本的 戰術 或者物理學 或者一些槓桿原理的東西 對 例如有個地形 我都好很多 可能會嚇引擎 如果電前密充 就會用一招 一秒鐘會停了 單機的時候 有些類似理論 你很熟 這時期的東西 我不知 翻地板的絕資 看老闆也認識 所以這個 我們已經清楚 就是object的基本結構 和它的系統運作 而就是由系統運作裡面 去不停想像攻略化 而這套東西 應該是走這個套路走 就算說 每一個地方有一個object 它的行動模式 都是不同的 我應該怎樣去攻略 甚至說 不是一隻 兩隻的時候 我應該怎樣去對抗它們 其實我看三集裡面 現在被我看到的是什麼 現在是在打個quest 每一個quest 每一個quest有不同的object 究竟我怎樣去打贏 它說不同的地形屬性 的object 它有不同的特性 可能這次是死掉的 下次是白的 或是會飛的 一開始是有那個味道 他們研究了那件object 一個怎樣的object 之後 然後想很多戰術出來 去說誰不行 為什麼不行 本來是有那種方法 應該可以用山去法 慢慢思考 去怎樣打贏它 但你最後是 撿了一本說明書 用電腦去 最重要的是什麼 那本說明書說什麼 我們是不知道的 他說電腦跟直腳有什麼事 他說 下一隻腳這隻腳 沒有關係的 他唯一叫做設定 就是 唯一說的object的設定就是 指揮裝置 指揮裝置 就是說 當如果感應不到sensor的話 他為了不讓人知道object的秘密 但 我難聽一點說 object 不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來的嗎 全世界個個個都有的 那他那部object 那他那部object 比起類似的object 比較厲害 那我做一部貼膠膠的object 出來噴掉膠 就貼掉了 然後掉進去 而去到這個位 大家就會發現 可能敏銳的聽眾 都會發現一個問題 如果object 是為了一個自衛裝置而爆炸的話 那說明書放在這麼多眼的地方 其實我是不需要偷補兵器 我偷補說明書就可以了 沒有辦法的 很多時候戰爭都要衰在人為的計算 在身上 對 那些全部都放在空調 那裏弄了 以這個設定就是 其實所有動畫都有犯這個毛病 無論高大也好 所有身形給大家是什麼 大家是喜歡偷現成那件貨 但不是偷設計圖 嗯 你偷了那件貨 其實你是不會明白原理的 你還要解構 還要解構的時候 你還可能解錯 但是 如果你拿著一本 設計守則 去做的話 你是不能錯去哪裏 還有你一定可以做出那件貨 還要無限量做出來 而且你可以根據它的原理 去改良 但是 我發覺很多動畫 偷這些所謂最新兵器 在這方面 你偷這麼大件貨 做什麼 你是不是很缺錢 你跟我說 偷到也沒用 我根本沒有錢做出來 偷現成更好 你要運送 又要輸送 怎麼會沒出國呢 不如我拿手插進去 拿那個data就算了 煩了鬼 那當然 可能不夠形象化 但是我覺得 在我看這麼久的動畫 我一直有這個疑問 為什麼 偷這些東西 不是應該是偷原本的嗎 甚至你覺得 你捉了一個科學家 我也覺得 容易一點 總比對著我 真的對 四十幾五十個炮門 尤其想想一下 大部分 美國的電影 通常都是偷設計圖 和綁科學家走的 不知道 日本動畫不流行 日本動畫是喜歡偷認識的 真的不流行 沒有 就是捉科學家 不是拿部機捉部機 是合理的 所以小島比較喜歡看美國電影 沒錯 沒錯 大家 這個是一個好 在這一套裡面 我唯一有一點提給大家的 就是 大家不妨再細心想一下 就是你看 不同的動畫 無論是硬不硬科技的設定都好 大家都傾向是喜歡做這件事 而這件事 大家剛才說 這件事是很老殘 老殘到的程度 我不會說 那我們這套 去到這套 我們去下一套 有見面